一年一度的第六十五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即將在今個月十五到十八號正式舉行 每年都有大賽車 難道每年都要曬著太陽看大賽車嗎 不如今次就等我 帶你們去一個又可以免入場費 又可以享受吃飯、吹水看賽車的地方 剛才我們說到看賽車一定要有美食 現在坐在我身邊這位 已經做了半個世紀粵賽的郭師傅 郭師傅你好 你好 美女好 大家好 郭師傅可否跟我們說一說 因為你說你做了半個世紀粵賽 其實我很有興趣 當時你是為何會入行的呢 其實我當時那個年代生活比較近苦 後來我沒有錢上學 我父母沒有錢上學 我就早點出來從事熱賽的 後來就做了一段時間 就整個餐飲業改變氣候了 以前是舊式的燕毀、魚脂、炸雞、雞煲刺 現在近幾年來 那個潮流中國開放了之後 它的熱賽都提升了 社會不斷去催促我們 我們要改變思路了 好像我今天 我就發明這個 是這個黑椒燒血近淮山 這個是海風扇來的 新派來的 帶有蜜汁、黑椒汁、扇、乾蔥 可以用一個焗去焗的 大約半個小時 那個淮山是鐵近淮山 淮山最美的就是鐵近淮山 俗稱鐵近淮山是粉的 不妨美女試試 好啊 我們這些純粹是海鮮的 我們公司呢 我們老闆拿著良心做人 東湖就要求好鹽的 採什麼海鮮 包括食材 都以新鮮為主題 經常我們有提供客人 早晨 給個意見 你們這些出什麼 比以前好漂亮 提升了 我們有口碑 在這個南韓區有種口碑 自然增長我們的客人 吐吐的錢 幫助我們 我們都是講新款的 新款之中這個是新舊交匯的 這個是古法鹽角蟹 那為什麼叫古法呢 古法是用舊時的老師傅教我們的 那些客家用雞粉啊 用玫瑰爐啊 用沙薑或乾蔥啊 醃過的 去調過那些蟹 那些蟹一定用冰水去浸 浸死它 如果你不是用冰水浸死它 它焗的時候會脫爪的 會脫爪的 所以這裡有巧妙來的 這個蟹條 那我們用蛋清 用海鹽 用鹽打死泡 這樣就用沙子 就包著它焗焗 包著它 倒個焗下去 上火二百五下火二百五 焗二十五分鐘 焗到金黃色 就成為一個精品來的 我們現在面前就已經去到喝湯了 說到喝湯這個又有點不同 因為我看到這個湯不單是軟白色 而且很濃 說到新的菜式 當然要請一位新的師傅 師傅你好 師傅怎樣稱呼 我叫阿婷 澳門的人一般叫我阿根廷 你可以叫我阿根廷師傅 叫婷哥也可以 名字這麼有趣 可不可以各菜都很有趣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湯呢 好啊 我們的龍湯煮廓廁的龍湯 就是用新鮮的上乘的食材 最主要是新鮮 新鮮的老雞 赤肉 加上火腿 加上火腿 是嗎 裸桃 用慢火去熬 然後熬到5-6個小時 然後用大火去扯 扯到起細膠 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湯又白又濃的 又香的 試一下可以 嗯 但是除了這件事 我其實都見到 那些刺好像都不同 因為外面都好像很碎 但是這個很完整 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保持自製 很多東西自製新鮮回來 外面很多刺就是水盆來的 為什麼為止水盆呢 因為它的刺就是發好的 就是已經發好了 成品來的 那我們就不同 我們就是說拿些沙刺回來 自己去鋪製 就不會添加什麼化學劑 一些憑化劑 所以刺就是發得鹽汁鹽味 所以你就會吃到刺的好感 哇 聽你這樣說 我真的想試一下 好啊 我試一試 好 試一試 現在去到我面前這個 就真的少女心爆棚了 因為大家可以見到 不單只有天鵝 還有小黃人 還有鴨 全部都是點心來的 那說到點心 我又要問我身邊這位師傅了 我們應該叫你富哥 是嗎 是 富哥我剛剛也聽到人說 其實你做點心都很多年了 是啊 十六歲已經入行做點心了 二十多歲了 又去台灣了 接著深醋了 沒多久回來 去了五星級酒店做 多謝我香港那個很好的師傅 教會我很多樣東西 教會我去新蒲經拿個獎 哦 富哥我見到其實真的很有趣 女生來講一定會過來打卡的 那可不可以問一問呢 其實點心如果要做這些 這些是象形點心 對我所知 那象形點心其實做的難點 還有一些秘訣是什麼 可不可以跟你講 難點是比較辛苦一點 每一樣東西都要靠手工去做 就是比較細心才可以做得到 嗯 做點心怎樣才是為之好吃呢 因為我聽說很多人天天喝茶 但是怎樣為之美好的點心呢 大家有可能不一定可以欣賞到的 哦 那就是啊 就是要自己要求 要求下屬 給點心機去做 去多點試 試到好才出來賣出來 讓客人吃過 就覺得好好吃 就不會說很隨便就出來 富哥我最有感觸的就是這個天鵝了 其實這個天鵝是什麼來的呢 天鵝它是 就是那個鵝頭是用麵粉造成的 嗯 拿一個模子吸出來的 那那個酥呢就是拿 裡面那些餡是 那些燒鵝 燒鵝 還有金蔥 鮑魚粒 造成 然後酥皮呢就另外用一種 就是比較避製的酥皮來造的 哦 比較鬆化 哦 那其實這樣說呢 你都是因為它裡面的餡 所以就想到整個天鵝的造型了 是啊 剛剛我們說了這麼久了 那些菜又介紹得差不多了 本來我就想開飯的 不過呢 經理說他有個驚喜給我 經理是什麼 是啊 在賽車期間 除了我們看到 一邊享受美食 一邊看賽車之外呢 我們現在晚上呢 現在天氣都涼了了 還有 很有名的骨煲 我們只賣168元 竹5斤骨的 那大家晚上 過來宵夜 還可以免家一 免收家一茶餐 以前我門家 大佛口有兩個送口出售的 南酒結花落 避風塘 那條蝦呢 我現在回到冬湖 我是重分以前那些 味道的口味 一匯一匯二匯 嘩 聽到一點 其實最近天氣越來越冷 我真的很想吃骨煲的 那我們現在都拍了這麼久了 不如事不宜遲 大家一起起快樂 好 拜拜 拜拜 好了 今天是起快樂 大家看看這個什麼 聊一下 我們就很有興趣 我們可以 一樣 也 French